中国大陆在2022年12月初 防疫放开之后 北京现在成为首波迎接 新冠疫情海啸的城市之一 中国防疫的专家曾光已经说了 北京的新冠感染率 可能已经超过了80% 大量的染疫民众在阳康之后 又回到正常的生活步调 北京从去年的12月下旬开始 马路上重新出现了车潮跟人潮 当然现在很多的商家 还有餐厅业者都非常开心说 北京的烟火器又回来了 接下来还要告诉各位 这些前罗马天主教宗 本堵十六世在昨天辞世 享其受95岁 他的葬礼将会在1月5号 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举办 本堵十六世领导天主教会 有将近8年之后 打破了600多年的传统 是在2013年主动退位 而被尊为荣修教宗 对于荣修教宗的逝世 包含了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还有英国领袖同表爱道 好 最新消息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北非国家摩洛哥已经宣布了 由于大陆的新冠病例激增 因此将会禁止 所有来自于大陆的旅客入境 这个禁令呢 从1月3号就要开始生效了 目前其实有多个国家 针对了旅客入境的措施 比较严格的 大部分都是采取PCR筛检 要求提交阴性证明 但是这一回是摩洛哥直接宣布 全面禁止旅客入境 也成为全球首例 好 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但是北韩却选择在元旦这一天 再度试射飞弹了 南韩媒体引述了韩国军方的说法 北韩是在当地时间 今天凌晨2点50分 从平壤向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 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 北韩其实昨天才刚刚发射了 三枚的短程弹道飞弹 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 又再度采取行动 当然也显示 在一开一年北韩照昭告天下 今年朝鲜半岛的局势 也不会太平静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2023年的新年贺词 针对了疫情 还有两岸的情势喊话 每个人都不容易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曙光就在前头 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好 大陆日前宣布了大解封全面放宽 出入境的管制 习近平表示大陆的防疫进入新的阶段 曙光就在前头 这回他也特别提到两岸一家亲 尽管在谈话当中没有出现台湾两个字 但是习近平的言辞 还是坚定透露一国两制的决心 才刚刚放宽防疫工作的香港 在昨天晚间的跨年晚会 有多达33万民众在维多利亚港的两岸 观赏加入烟火效果的加强版本的 幻彩永香江的灯光秀 迎接2023年的到来 好不光是在岸上挤满人 就连在海上也有大大小小的游艇 一起倒数 一 二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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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展中心的大型倒数钟 带领大家迎来 2023年也开启了家常版 有烟火的幻彩永香江 港岛十座主要大楼 随着音乐绽放烟火 还有镭射舞动的灯光效果 剑沙嘴文化中心外 是最佳的观赏角度 现场挤满民众 不少人下午就来占位置 警方指尖沙嘴一带有30万人 而港岛就有3万人 因为疫情三年来 首度再回到维港 举行大型的跨年活动 而前两天也取消了 大部分的防疫安排 让大家不用在家看电视倒数 除了岸上也有不少民众搭游艇或观光船 以不同角度欣赏这场十分钟的灯光收 而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发生 上韩国万圣节的人才人 现场也加派警力疏导人群 以上是做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接下来呢 这个画面我们一块来带大家来看到 这是现场的最新 包含了这个法国 现在已经迎接他们新的一年 来看到现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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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澳洲雪梨在台湾时间 昨天晚间的九点钟跨越了午夜 抢先进入2023年 当然举世闻名的 就是雪梨港的烟火秀顺利登场 这段表演您知道吗 筹备时间长达六个月 灵感来自于天空陆地跟海洋 金色的烟火搭配上雪梨大桥桥塔的动画 非常的漂亮 全球瞩目的雪梨烟火秀在疫情结封后 以空前规模盛大增长 雪梨大桥灿烂灯光映照在港口上五彩夺目 营造出浪漫气氛 搭配热闹音乐声 现场上百万民众看得如痴如醉 多达一万三千发烟火 从雪梨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发射升空 点亮整个雪梨港相当壮观 历经大约三年的疫情封锁 澳洲终于迎来第一个 免除防疫限制的跨年庆祝活动 超过一百万人涌进雪梨海滨 观赏着长达十二分钟的烟火秀 主办方没有让旅客失望 大撒五百八十万美元 约合台币一点八亿的制作费 出动总重量七吨的烟火 展现超过十万种视觉效果 雪梨市长摩尔表示 2022年是另一个充满重大挑战的一年 希望从疫情影响走出来后 能满怀希望展望2023年 记者综合广斗